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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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又說我殺了她的狗 我也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然後被她拼暈了,醒了之後就在這裡 幸好你的警察經過 不然我這次一定會被她打死 阿開,你聽我說,這次一定要下保 不用,我下次聰明看見她們避開就行了 她傻的,你再這樣下去一定會被她打死 如果真的要報警 豈不是擺明跟她過不去 到時候激怒了炭追,還多事 放心吧,我不會讓你有事 彭仔 彭仔 你還行,真是你 這麼巧,一起去 沒錢開辦? 神經病,很會說話 神經病,兩位朋友都這麼說話 彭仔,我呢,我朋友要做文凱 阿海, 阿海, 你也會的 別搞他了, 好嗎? 阿Sir, 你說什麼?誰是阿海? 總之你搞他, 我會不客氣, 明白嗎? 你控嚇, 看見嗎? 警察控嚇良好斯敏 你嚇人了嗎? 阿Sir, 別說了… 阿Sir, 我們的良好斯敏 你別控嚇我了 我告訴你, 阿海什麼事都沒有, 是嗎? 我搞他?他先搞我, 我的傻瓜怎麼死? 死得很淡, 被人一棍吐死 連頸子都斷了 你卻不得了, 我沒空跟他講 別耍我了 我告訴你, 阿海有什麼事? 我一定進你去送 你一定要沒有口味, 沒人知道 看來怎麼樣 你現在探追投訴, 你恐嚇他 你是警察, 你真的跟黑社會談判嗎? 他一次又一次打下海 打到他入廠, 難道我不管? 那你就是濫用職權? 我沒有, 我只是警告他 那你有沒有跟他說 如果趙文可以拿什麼事進去 不會讓他通過好日子? 有 你手上的案子我會傳給其他同事 你馬上放假 曉Sir, 你在探追懷疑阿海 打死坑洞和一隻狗, 找人打他 阿海根本什麼都沒做過 我沒做錯, 不需要放假 你還說沒錯? 第一, 現在還沒找到 殺坑洞的兇手是誰 而趙文海和探追有過節 他當然有嫌疑 第二, 沒有證據證明 探追是打傷趙文海的 第三, 如果趙文海懷疑探追打他 應該是報警 不應該是你去找探追 報警有什麼用? 我們最多就把探追回來判他 然後就放了他 連你也這麼想自己 那些市民怎麼想我們? 探追是黑社會 你是警察, 為了避嫌 我勸你不要跟這些朋友接觸 曉Sir, 你戴有色眼鏡看看阿海 你不要和我鬥氣好不好? 我不是和你鬥氣 阿海我一定幫忙 他坐牢, 老婆無緣無故被人搗 還不夠慘? 進去黑社會預算是這樣的 他曾經犯過嚴重傷人 出來又和探偵那些人有恩怨 你維護這些人就死了 是, 他只做錯過事 但他改過自身, 為何不相信他 他有多真心改過, 你知道多少 他是甚麼人, 你就知道多少 你經常以為甚麼都知道 其實甚麼都不知道 他不是想自己進去黑社會 他是臥底 他託同一間中學的, 是我的師兄 後來在警校遇上 我不知為何, 差不多畢業的時候 他竟然在警校打人 贏球不用多, 一分就夠了 你幹甚麼? 不好意思, 一時失手而已 剛才打幫你已經是這麼撞 你擺明有心 你發脾氣, 屈得就屈 你很PK 你別以為能拆掉阿Sir 就在那兒耍耍耍耍耍 沒有, 你在阿Sir旁邊那隻狗 你幹甚麼? 我一直沒有, 為何他要這麼衝動 後來見他, 我終於明白了 原來在學堂的時候 他已經被阿Sir看中了 被徵召為臥底 所以他出手打人 造成被踢出學堂的假象 有人報警, 為何有人打人 怎麼樣?被打成這樣嗎? 阿Sir問你事, 回答吧 沒禮貌 是…是我自己不小心弄傷的 不用怕, 被打成這樣 是這個 你是他 阿Sir 不是, 與開哥無關 我自己弄傷的 還不帶子血? 阿Sir, 所謂留給賓指甲Sir收施 對不起, Sir 要你扮演堂 全部拿出去查家宅, 慢慢談 你是炭追的男人 炭追是跟太子不妥的 傻兄就是太子的頭馬 是不是炭追叫你別想傻兄? 我跟你說過很多次 這件事真的與我無關 你說嗎? 難道傻兄自己對不自己? 你這樣經過嗎? 那天我和兄弟在喝酒 突然收到電話 有人叫我去後巷 我去看見他躺在這裡 之後被人搏暈了 一醒來就見到你們 這麼巧? 怎麼樣? 鑑證科剛剛證實了 鞋獄刀上任的指紋 我正式朗起訴你嚴重傷害 搶東西, 搶東西 阿婆, 你站著什麼事? 剛才有個男人走近我 然後我的銀包就不見了 她有什麼特徵, 去了哪邊? 她去那邊, 她要走路 她去那邊, 她要走路 她按一下 好, 等我, 阿婆 阿婆, 走路 站住 是你嗎? 什麼事? 阿婆的錢包 什麼錢包? 還不動 還在做什麼? 剛才出來, 所以回去坐嗎?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不好意思, Sir 我真是大夢了 我把銀包放進袋子裡也忘記了 下次找清了一點嗎? 你懷疑我偷東西嗎? 余叫你走, 不知道你追誰 你追我… 我不是以為是仇家 聽到你自己選擇 要怪人嗎?怪自己吧 怪我裡面坐了幾年牢 怪我害死了一個老婆 或者是因為現在 我在裡面坐了幾年牢 你現在就當我是賊嗎? 你自己拿來的 當你在警校, 過了你幾大期望 你不珍惜再去千萬元炭追逃 你別告訴我, 你當我警校 我根本什麼都不知道 你沒資格說我? 我沒資格 我是賊人, 你是賊的 我就有資格抓你的敗類 我不是敗類 我為警方做了那麼多事 我得到什麼?我什麼都沒有 我說什麼? 當你是上頭白外探 最身邊的臥底 我是臥底 她說自己是臥底, 你就相信 她說謊沒什麼好處 可能她博理同情 讓你不用懷疑她是殺君佬的兇手 你不要經常覺得人家說的 就是謊話 你這樣百分百肯定 如果那天我不幫她 她一定會被人打死 如果她殺君佬 沒理由沒能力還手 她真的想做好人 我不覺得她要在我面前演戲 她是不是演戲要她自己才知道 相信我一次就不行, 尤Sir 我相信你 但是你也要說服我 她是不是一個值得相信的人 西九龍重案, 遙光板 先生, 要什麼? 不要緊, 謝謝 好 君佬死了, 你知道了 有事想問問你 你這麼害怕嗎?怕的人打你嗎? 沒事 Sir, 你有什麼事?快點問吧 我還要開工 你以前是不是跟炭醉找吃的? 是 以你所知, 炭醉和太子 是不是有個牙齒人? 沒錯 你放假出來之後有沒有見過炭醉? 沒有, 我跟他沒有聯絡 那死了那個軍佬呢?你認識他嗎? Sir, 他跟了太子追很多年 其實你是警方派去炭醉身邊的臥底 我不是 真的嗎? 我都說不是, 你問夠了嗎? 你一定是臥底 我不是臥底 我不是 你全都相信, 你全都不相信我 你給我一條路走, 好嗎? 好 為什麼你會這麼說? 我知道, 你想逼我說話 我不會想當的 我不會說的, 我不會說以前的事 金Sir, 我逼她 是你叫她來笑我 我只是想幫你 因為你的臥底身分被人揭穿 所以你老婆被人殺死 不是… 你說謊 你老婆被人殺死的原因 只是因為你是臥底 不是 我…自己死和我做臥底無關 是那些人害死他, 與我無關 我有答案, 吃完東西, 上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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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Sir 上班吧 對不起, 海 是, 海 是 海 是 是 是,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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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敲桌和誠實作答 拉上關係 到我再問我想問的問題 例如是, 你是不是臥底 他就會說出真相 這種方法叫做誠實之鬧 其實你是警方派去判追身被臥底 我不是 真的? 我都說不是, 你問夠了嗎 他本來是想答是 但是他是一個既敏感又聰明的人 他很快就知道這是一個圈套 所以他答我不是 既然他有了醒覺 我就不可以再用同一個方法 於是我拋出另一個鬧 叫痛苦之鬧 是用他痛苦的經歷 來刺激他說出真相 不明白 很簡單 他老婆死了, 他一定會很痛苦 為了減輕他痛苦的感覺 唯一的辦法, 他就要說出實情 因為你的臥底身分被人揭穿 所以你老婆被人殺死 不是… 你說謊 你老婆被人殺死的原因 是因為你是臥底 不是 我… 自己死跟我做臥底沒有關係 是那些人類死的, 與我無關 你用這種方法會否殘忍了一點 是殘忍了一點 炒粉, 你有機會見到他 替我跟他說一聲對不起 他覺得我出賣他可能不理會我 我看得出他的人是幾發信任的 身邊有什麼異常的動靜 他都以為有人想襲擊他 會不會是他坐牢時經常被人打 也有可能 加上他以前是外底身分 他好像很困擾, 怕有人傷害他 所以他對身邊的人同事都很敏感 那可否證實他跟君豪的死無關呢? 雖然他跟炭椎有仇 也有殺人的動機 但是他的腳都逼著逼著 他又長期出於惶恐和緊張的狀態 不可能赤手空拳殺人 這個就是我老婆阿錢 我聽炒粉說, 你看人很厲害 我想你幫我一個忙 說吧 我很想知道究竟是誰殺死一次 為什麼要殺他? 阿錢是一個很好的、很善良的兒子 他不應該這樣死的 阿錢是一個很好的、很善良的兒子 他不應該這樣殺死一次 阿錢是一個很善良的兒子 如果我遲下公道, 我不會亂來 我為什麼要相信你? 你看人不是很聰明嗎? 我有一個條件 你要坦白告訴我 當初那件事的來龍去脈 六年前 我的確是警方派入社團的臥底 我的直屬上司叫黃天榮 黃Sir 當時太子和炭椎是同一個字頭 他們主要在深水埗和旺角一帶 經營的是黃島獨生意 他們兩幫人馬的地盤越造越大 氣焰還越來越囂張 根本就沒有把警方放在眼內 上頭擔心再這樣搞下去 會控制不到 所以就要我埋探醉身 找多點他的罪證, 阻射他 不好意思, 走廊炸的頭 不是走廊炸, 是你瓦炸 放得明耍耍 算了 伸頂 他叫阿開, 不知道批他 替大致殺阿嵐 我為何要替他殺阿嵐 不用了 我跟了炭椎無奈, 他已經很縱容我 說夠膽識, 夠吉時 但是小時候想不到 連太子也想找我過去幫忙 先喝一杯 不用了, 有什麼就一句到尾 好 我最近收到一封 說炭椎和隔壁至頭的大哥 黑鬼青走得好嗎? 和我一起夠遠 我們阿公一直都不拉幾下鬼青 他覺得炭椎想起飛腳 現在只差真憑神去 所以叫我來收下阿楓 你爆料我知道, 讓我可以交差 這裡四百個 幫到我的話, 錢就是你的 你覺得我會出賣炭椎嗎? 好, 那我來想你 不過, 如果讓炭椎知道 你是主動上來爆料給我知道的話 就知道炭椎怎麼對你 是嗎? 不緊張, 純粹開玩笑 不過有句話, 我很認真 和錢作對的人 一定不會有好結果 我知道太姐有心放我上台 讓我沒有彎著 我當時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我要知道 這次有一個好好的機會 可以讓他們鬼打鬼 於是我就拿了這筆錢 馬上去找王Sir 那現在怎麼辦? 你先收起來, 我會想辦法 隱蛇出動, 入網打盡 你又想到什麼時候? 現在太子那邊迫得我很緊 我怕再拖下去 連炭椎也知道這件事 到時候我一定在死 真的嗎?鎮定一點 你這麼羨慕, 見招集招 過了不久, 我收到炭椎的叫 他要愛收一條街鎖 那天我喝了酒, 有點醉 誰知道我去到後巷 就看到一個人躺在這裡 我認得出 那個就是太子的頭馬傻氣 警察別動 放下把刀慢慢站起來 我醒來之後… 我看到很多警察在這裡 他們以為所興是我斬的 但其實我心裡有數 我知道炭椎開始懷疑我賣了給太子 他根本就是想借刀殺人 想冤枉我進去坐 王Sir, 我記得才能出去 忍耐一會兒, 我在想辦法 阿海, 你真的沒有斬人嗎? 你懷疑是我斬傻氣嗎? 我當然相信你, 但刀上有你的指紋 太子那邊的口咬定是你做的 炭椎也叫傷勢在這裡看 所有精工對你不利 我真的怕幫你不討 王Sir, 不如揭穿我臥底的身分 不行, 發生這麼大的事未必能補到你 就算補到你, 也補不到你的命 當然了, 現在外面的鼓掌子到處傳 說有臥底入出自頭 他們四處找出臥底, 打算立大功 我以為可以很快就出來了 誰知我一等就足足等了大半年 一點消息都沒有 連王Sir也沒有再來找我 我真的很失望 我一心隔入警隊 是立即成為一個好警察 誰知我到了生死關頭 竟然叫天不影, 叫地不聞 我每天在裡面被人打, 每天受虐待 根本就沒有人管過我 白天在哪裡?快點說 什麼筆錢, 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還不誇張? 我知道打我的是太子的人 他們想我留四百萬出來 但我死都不肯定 我怕說了出來, 就會什麼都沒有 現在我唯一可以拿著的就是這筆錢 我知道我不應該這樣想 但我付出這麼多, 這筆錢是我應得的 有一天, 阿慈來探望我 我暗示了給他知道這筆錢放在哪裡 但不久我看報紙 就看到阿慈被人殺了 阿慈, 阿慈 阿慈, 我這麼大的人都沒試過求人 我這次希望你可以幫我查一下 到底誰是殺死一次的行殺 你當幫我好, 當幫阿慈好 還回公道 好 你說話, 阿慈 王Sir 坐 不好意思, 我約了你 反而我要遲到 咖啡 阿慈, 你還叫我做什麼王Sir? 我沒做警察很久了 不見了一段時間, 變得這麼客氣 我也做過你一行, 明白嗎? 你也開心了 現在在保安公司做高層 天天吞吞吞, 享著咖啡 看我們不斷跑到身水身海 要不這樣吧, 你和我提早退休 現在有錢也很蛇鬼 每個都怕人飆心 現在出手很闊爍, 出了很多錢請我們 好世界 我退休?再多過幾年吧 王Sir, 為什麼你當年突然急退休 你說的, 辛苦 別多說 別多說話 你今天把我約出來 不是更謙虛的嗎? 關於一宗案件 你還記得是趙文凱嗎? 以前在深水埗 還有炭椎的左右手 他? 他不是還在處理監獄嗎? 剛剛放出來, 但他是麻煩 又牽涉入一宗名案 可能是古額仔死性不改 不過聽他說 他當年是在你當臥底 並不是什麼古額仔, 是嗎? 你這麼敏感的問題 我怎麼回答你? 試隔這麼久, 忘記了這麼多 試隔咖啡 謝謝 趁熱嘗嘗咖啡, 這裡很不錯 不過都比不上彎仔的總店 下次我和你去試一下 好 趙文凱不只說自己是臥底 他還說自己當年坐牢是冤獄 不是的, 如果是真的, 真的很可憐 我看到他這隻腳斃著做小販 找招不得晚 你以為如果讓他知道 當年是誰害他的話 那個人一定沒有暈倒 是嗎? 不好意思, 你都說轉話題不說 我還簡單說 看來我都要想想什麼時候退休 到時候你就叫我 我一定會留個位置給你 是 我們翻查資料, 君佬的死 可能和五年前這宗兇殺案有關 認不認得這個女孩? 好像在哪裡見過 我認得, 嚇開女兒 這個女孩叫林念慈 五年前被人殺死, 棄屍方野 我們估計君佬被殺其中一個可能性 是有人懷疑你殺死林念慈 所以殺你的人報仇 神經病, 殺人這麼大件事 你倆別說了, 我探出去走 如果我是好做的, 我就會承認 我沒有做的, 死也不會承認 這女孩, 阿凱的人 君佬就像是阿凱殺的 我早就猜到這條狂的反骨 你通家也是仇家 這案子只是其中一個可能 你別亂來 據稱這個林念慈 當時因為身上有一筆巨款 所以才被人殺害 但後來那筆錢不見了 你知道筆錢在哪裡嗎? 實情是在太子裡 這筆錢, 太子用來收買阿凱 誰知道這個反骨仔 收了人的錢, 又不敢過個檔 然後還坐牢 那個太子, 人又沒有, 錢又沒有 不就一直對她的女兒 拿回那些錢 那個阿凱, 尋仇, 找太子 你們以後不要再來煩我 有事, 問太子 是 你知不知道林念慈手上的筆錢 最後去了哪裡? Sir, 我也想知道筆錢在哪裡 但快要四百萬 我真金百銀拿出來 有人說你當年為了賺筆錢 所以抓了林念慈去問 但什麼都問不到 會不會因為這樣, 你太生氣 所以殺了你來虧粉? 你千萬不要亂說 我連那女孩子的樣子是怎樣 我都不知道 況且如果我做到的話 當年也被警察抓了 還怎麼會有這麼空 坐在這裡讓你問長問短 是嗎? 對了 關於那女孩子的死, 你最好問分炭墜 我還記得當年那女孩子死了不久 炭墜就買了一個新遊艇 那時候沒什麼做的 我哪有這麼多錢賣油艇 對了, 十成十探出去做 快點得她回來問問吧 那你會 好, 炒粉 現在不只看人厲害 還懂得意情制度 跟你學 不好意思, 剛才你搞了什麼? 剛才我問太子筆錢在哪裡 他這樣繞圍的手繞得很緊 證明我一提一筆錢, 他有點生氣 但當我問他有沒有浪費林念慈 看他會這樣動作 來了 然後他的遙賣 我基本上去距離 你看大廟 算他駁 таким 他偷視自己良撫 他需要把他動作 去消滅 他自己想去的 然後front 他制作 立馬上去有幾次 我看現在是自己規定的 可能是衛生一樣 還是潑出他們とか 甚至人家事 就是 Elementary 終於呢?他自己忍著,快點補充 難怪剛才你問問不出聲 又踢我一腳不讓我問話 現在這樣看 殺林念慈只有兩個動機 要不就拿不到筆錢 生氣死殺了女孩 要不就拿筆錢之後殺的女孩滅後 第一個推測可能接近一點 按我推斷,筆錢不是太少了 是有其他人 你懷疑筆錢在炭追上? 剛才炭追,說你的時候就指著你 說自己的就是指著自己 這是全息性的動作 是用來解釋自己的說話內容 剛才炭追說到筆錢的時候 他有一下撥頭髮的動作 這下是控制性動作 跟摸鼻、摸耳朱一樣 都是說謊的典型動作 但同一時間 他又沒有先前所說的全息性動作 所以他在說謊 而且他答問題的速度很快 好像把一組預備定的謊言說出來 就是最有嫌疑殺人的是太子 筆錢是炭追 你們兩個一唱一和都很合格 就由你們兩個去找太子 鬼女夾 還說不夾,這是一個命令 是,Sir Phoenix,阿明 你們去找炭追,看看有什麼料到 是,Sir 炒粉,我和兩位找趙文海 差不多一點,是不是一點了? 到時候吃午餐了 什麼那麼殘忍?金老 對不起,殘忍你,不好意思 你知道嗎? 阿希哥,你的手錶很閃,很漂亮 哪裡買這麼漂亮的A貨?介紹給我 什麼A貨?是真的 幾個月薪金,A貨 其實是這樣的 手錶是有女朋友送給我的 過兩天我陪她去球 她說想把手錶給我搭配一套西裝 這隻金色的手錶搭配什麼西裝 這麼厲害? 你什麼時候有女朋友? 我剛剛想介紹給你們認識 這個好熟面頭在哪裡見過? 你不認識就不認識 輝瑩,娛樂新聞你熟了 你一定知道是誰的 這個就是成宗名媛萬子媛 Bingo,就是她 這些這麼有外表,但這麼沒內涵的女生 真的被她找到好東西 你怎麼這麼說人? 我跟你說,緣分的東西要來就來 要擋也擋不住 對,我就是這樣哀嚎了緩緩 開始了一段華麗催眈的戀情 戀情催眈,還是別人家的錢催省 你老鷹這麼說話? 好了…別吵了,別妨礙這條腦 快點慢慢催省吧 好… 我有朋友吃午餐,你們自己吃吧 再見 對了,姚Sir 上次說你會找王Sir的 是不是已經找到他了? 他說什麼? 有,我有找過他 但我一提起你 他就避我眼神, 還轉話題 他好像很不想看你的事 如果王Sir眼中你只是個普通古惑 他不需要對你這麼避忌 但如果你是他的下屬 還要是完成不了任務 變賣節坐牢的話 他有這樣的反應很正常 那你們是不是真的信我以前是臥底 那你們是不是會幫我 但有件事很奇怪 我查過你坐牢一年之後 王Sir就退休 好, 接著一個月你老婆就被人謀殺 沒理由, 我記得我出事不久 王Sir提過他自己是見完Brosin來見我 他還說如果沒問題的話 會把我的檔案交給別人追蹤 他沒來在這段時間退休 我們去過王Sir當年稍的橫頭問過 原來他當時差了一大筆賭債 被人追債 所以才立刻退休, 拿長樑還債 對, 還有他一年多之後 私進那間保安公司當管理財 欠人錢?他未有後著就退休 當年叫我保持那四百萬 就是想拖延我時間 然後就等機會吞了那筆錢 幫自己還錢 誰知道他拿不到 就無奈地退休 怪不得了 王Sir一向做事都很果斷 但那次處理那筆錢就一由果斷 當年那筆錢有可能留在談罪那裡 但人就不是他殺 那是誰? 這只是推測而已, 還沒有證據 不過你放心, 我們會幫你查下去 謝謝你, 耀Sir 如果我當年有一個像你這麼好的上司 我就不用弄成這樣 對了, 耀Sir 為什麼你會想到這件案子 是跟王Sir有關的? 因為我跟他說 如果讓你知道誰害你的 那個人一定沒有運效 當時他露出一個很恐懼的表情 他們的上司很可能內疚 當年幫不了你 又或是他怪你完成不了任務 但他這麼恐懼的表情 我覺得很奇怪 除非他當年是因為他自己的私心 而害了你 所以他很怕你要找他報仇 還報什麼仇? 保清楚自己 過去的事是不能回頭 你放心吧, 我不會亂搞事 我不想再搞到自己 失去了更多的時間 失去了認回女兒的機會 跟上太子兩天 不是喝茶就是焗桑嗎? 真的有空了 記得, 今天去球 紅色的那條他我記得 好嗎?我愛你 我愛你 怎麼樣?跟我說話嗎? 是呀, 我叫你去死 發什麼神經? 誰發神經?正在做事 你可不可以不要經常跟妹妹談情 行不行? 現在正在做事, 看著太子 是不是?黃了, 現在怎麼樣? 什麼事?小妹是不是有事找我呢? 你以為是不是認錯人? 我們剛好沒有播 是呀, 剛好而已 剛好嗎? 說不說 幹什麼?習慣? 原來是阿Sir 早點說吧, 不好意思 不知道我老闆犯了什麼事 要讓你們跟嗎? 如果沒辦法, 怕什麼來跟? Sir, 你跟了我們兩天了 如果沒料到就收隊 我一定找到證據, 送你去赤柱 好, 別說我是一等糧民 就算你想硬砌我生豬羊 我也有很多錢, 很多大狀幫我 我想我不用自助坐牢 你別以為有錢大了 對不起, 有錢真的大了 不過我想他不會明白這個意境 不, Sir, 聽電話了 Sir, 電話響了, 聽電話吧 可能珠珠對朋友打電話給你 珠珠, 接電話了 珠珠, 接電話了 珠珠, 接電話了 河河? 在做事 什麼?轉粉紅色領胎? 好,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想說你多麼厲害 像狗在那裡吠的 其實我想問問你 究竟你是豬還是狗? 這句話, 豬狗也不如 好, 我說夠了嗎? Madam, 不如這樣吧 我勸你下次走遍就別帶她了 扮演警犬吧 好, 老闆 老闆 怎麼樣?耀Sir找你沒事吧? 你這麼緊張幹什麼? 原來是你捉我背部, 說我做事不專心 令妖Sir照顧我脫肺 我沒有, 我們做了拍檔這麼多年 你這樣想我? 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沒問題 真的與我無關 沒問題? 究竟有什麼事? 這件事很濕, 不想解僱 我跟妖Sir說話 快點… 不要… 不玩了… 玩什麼? 其實不是妖Sir解僱我 是我自己不解僱 我做到門就轉行 當然了, 你也會的 跟了妖Sir這麼久, 一切都學不到 我做一點戲而已, 怎麼你妥妥力? 阿希, 你是不是真的演戲? 怎麼說被妖Sir罵兩句 你受不了自己辭職不幹? 媽媽, 你當什麼人? 三歲小孩的那個玩衝動? 其實事件是這樣 緩緩就叫我去爸爸的公司做 打理他旗下二百多個物業的保安 薪水現在還有幾倍 這麼有前途, 是不是要去做? 聽起來真的不錯 這麼偉高權重, 小心沒那麼大的頭 能不能穿這麼大的帽子 你不用擔心 緩緩不知說我多有可能性能 低問題 一場同事, 我不會忘記你們的 總之我在那邊坐穩的位置 就會逐一逐一介紹你們去做 對了, 支持你還支持你 不過我還是比較喜歡做參加人 大家都有權選擇自己不同的路 阿希, 雖然跟你不是做了很久的同事 但是你說走也有點不捨得 你最後一天幫你辦Fairwell Party, 好嗎? 我也說了, 老闆是疼我的 那邊Fairwell好, 好嗎? 救命… 救命… 她的情況如何? 患者身上有多處的傷痕 很可能是被人嘔打而造成的 她頭部經過多次被瓦物兒撞擊 令她頭骨爆裂, 腦部內出血 而她的頸椎和喉嚨也受到嚴重的創傷 雖然已經沒有生命危險了, 但是… 但是什麼? 她很可能會變成植物人 甚至乎醒來也會全身癱瘓 可能會失去說話的能力 謝謝 不用了 趙先生, 你昨晚11點至12點在哪裡? 我在家裡 在家裡做什麼? 我在睡覺 李Sir, 什麼事抓我凱花人回家? 李Sir, 當時有誰證明你在家裡? 沒有, 我昨晚整晚都在自己的房間 沒有出門口 李Sir究竟發生什麼事? 退休警務人員黃天明被人襲擊 現在重傷昏迷在醫院 孔Sir受了傷? 他被人踢到內出血 你們現在懷疑是我做的? 李Sir, 有什麼搞錯? 你怎麼會懷疑阿凱? 炒粉, 不如你先出去吧 不用, 我很冷靜 我只想知道李Sir為何會懷疑阿凱 王Sir, 以前是你的上司 你現在還沒跟他聯絡? 我跟他的關係 我之前已經告訴你們了 我已經沒再跟他聯絡了 李Sir, 你知道的 炒粉你應該知道 司體的傾談和下口供的分別, 是嗎? 真的與我無關 我放了出來之後 我已經再沒跟他們聯絡了 我跟你說了 王Sir和林念慈的死可能有關 之後王Sir又出事了, 有沒有巧合? 爸, 我知道我現在沒有那些不在場證據 但是…你們知道我的腳糟了 我怎麼可以把他踢到重傷? 不是的, 耀Sir 阿凱這樣怎麼傷人? 我剛剛才被人打進去醫院 從來只是人家打我 我又哪有資格打到人重傷呢? 我行嗎? 耀Sir, 應該沒什麼問吧? 沒了, 謝謝你合叔 阿凱, 你可以走了 阿凱, 別客氣 阿凱, 是不是還覺得 王Sir的傷和接紋有關? 不知道, 但他剛才沒說謊 是呀, 我就是覺得他樣子很誠狠 而且很無辜 但我總覺得整件事是否真的這麼巧合? 王Sir退休之前欠債 和他曾經負責的臥底案 只有我們和趙文凱知道 又會巧我把這件事告訴趙文凱 王Sir就出事了 但他的腳不能發力 應該不能看到一個人這麼傷 他就這樣說 怎麼了?不聽人家電話不只 令他嘻嘻豬靈聲都轉過來嗎? 嚇著罩 你吵架, 不知道多喝恩愛 在做事嘛 你這麼認真幹嗎?你都不幹了 我是當什麼人?不幹就去拿樓坑 我才不會這麼做 好啊, 你說阿蕊, 買一隻雞蛋也買了這麼久 這樣吧, 打給別人吧 免得別人生氣你 阿蕊蕊雖然有錢 但是沒有公主病的 他才不會生氣我 話口未完又打給你了 打得你這麼急, 會不會有急事嗎? 可能啊 我們快點接, 最多我幫你打算了 好兄弟 喂? 門門? 我今天不知道要怎麼下班 我明天才陪你去購物 喂…門門…喂… 狂人飛機, 忘了他生氣你嗎? 生氣什麼? 男人嘛, 當然要做事了 走吧 找得這麼貼, 待會兒讓他發現就糟了 當然了, 還糟了 說四小時, 小腦 好… centers 真麼孟 闆… 我 execution 看一下從小腦 就好了 這是青蛙綑身體, 這位正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